下面我们要去做一些扩展性的配置 那么在扩展配置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希望干嘛呢 我们希望去加入语法高亮 括号换行 这样的一些支持 这样的一些支持 而且我们刚刚说了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在做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bug 在VI的时候 first.c 这个时候有一个bug 就是我们在editor模式下面 我们上下左右键 它打出来是乱的 打出来是乱的 这些问题我们都要去解决 那么这些问题通过什么去解决呢 实际上就是通过我们的设置来去解决 那么这些设置到底有哪些设置呢 我们去哪里去学习呢 当然就是官网了 我这里就是我从官网下下来一个帮助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可以看一下比方说我哪些我们需要啊 来看一下看这里使用语法高亮怎么来使用语法高亮呢 这里有一个什么功能激活啊 调用这个方法 调用这样的一个命令 叫Syntax Enable 这个命令就可以进行一个语法高亮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别的什么内容没有 还有自定语法高亮 选择你的语言 这些都是可以去设置的 编写VIM脚本 所以你看他的帮助文件是蛮多的啊 帮助文件蛮多的 如果我们要看的话 有很多内容 包括我们刚刚说那个兼容性的那个问题 还有什么自动自动换行啊 还有Tab的说自动缩净啊 还有VIMRC文件 以及添加插件 编辑多个文件 这个文件 我们一看到VIMRC 我们就能想象得到 带RC的我们都也都讲过了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启动命令配置脚本 启动命令配置脚本 就我们的Runtime Command 对不对 所以像我们 如果说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些设置 包括语法加亮这样一些设置 我们是不是就在这里来配置 这里他也给我们讲解了一下 你可以在这配 那么好 实际上 这个就是在当前我们的文件夹 用户文件夹下面建立一个 这样的一个隐藏文件嘛 点VIMRC 这个就会作为我们当前用户的 VIM的这样一个启动配置脚本 启动配置脚本来使用 你看SET 这个就是我们要用的 什么SET Non-Compatible 就设置不兼容 那么 设置不兼容 能不能去解决 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问题 这还有设置自动缩净 看到没有 设置自动缩净 好 我们来试一下设置不兼容 我们现在先不配 我们就在这直接用 SET Non-Compatible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执行了这个命令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到插入模式 我们按上下左右 大家看是不是就管用了 我现在是已经用到插入 插入模式了 然后我按上下左右 是不是管用的 你看下面我们通过这个insert 我们知道它是个插入模式 你看我就通过调用这个命令 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 这个也有一些问题 就是什么呢 你保存 你再退出 再打开这个文件 就是我们在下面 SET 我们在下面 SET Non-Compatible 的时候 包括SET 行号的时候 只是针对当前有效 那你如果想要它抑制有效 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在配置里面 那么配置有两个地方配置 从它的帮助文档里面 我们来看 一个是在你自己当前用户文件 加下面去建立一个什么 我建一个 先随便建一个 Touch一个 VMRC文件 在这个里面去配 还有一种办法是在哪配呢 当然就是我们 我们知道 配置文件都在ETC下面 对不对 我们看接下来有哪些 有VMRC 应该是在这儿配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些SET 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 这些SET的效果 包括设置背景 什么的 这些其实就是我们 各种设置 设置环境 包括这儿有一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儿有一个 SET No-Compatible 但是 但是它什么 它被注视掉了 对不对 它被注视掉 这是我们VMM的 这样一个 启动脚本的注视 那么被注视掉 所以它没有生效 所以下面 如果我要 让它们生效的话 我当然可以 在这个系统里去配置 但是这个的话 其实超出我们 当前用户的权限 还需要SET 对不对 那对于我们 当前用户而言 我只需要配置 我自己这块就行了 所以我就建立一个 这个就可以了 那好 那么我们有哪些内容 可以配呢 我就不一一带着 大家去看了 这个大家可以 自己下来去看 我把常用的 整理到了这里 这些内容 大家在网上也找到 包括有哪些 设置语法高亮 然后设置我们的编码 就是语言 语言编码 设置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兼容性的问题 还有设置航号 设置自动缩近 设置我们的 制表幅的对齐 设置Table键 的比方四个位置 等等等等 设置括号的自动匹配 好 我们为了简单起见 我们直接copy过来了 即edit 好 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现在再打开 刚才那是first.c 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打一段代码 好 比方说我们在这 int main 大家可以看 是不是有一种 缩近的感觉了 我回车 按下Table 然后说printf 大家看到没有 光标会挪来挪去的 去自动去匹配 这些括号 对不对 然后我再回车 是不是都自动缩近了 对吧 再回车 也自动缩近了 那么好 为什么这里没有语法高亮呢 我们把它保存 就其他的 行号啊 什么的 这些都有了 就是没有语法高亮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没有装vim 因为vim 它这个 vi它本身 这个比较老的vi 它是不支持 这种语法高亮的 所以我们需要vim的支持 那我们在这里 我就直接apt安装了 我们把vim安装 安装了之后 我们说我们即便敲vi 这个命令 它实际上也是vim了 好 vifirst.c 大家看 现在是不是就语法高亮了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这样子我们以后再去开发的时候 是不是就很方便了 对吧 就这样的一些效果 OK 关于这块配置 我就讲到这里 我就讲到这里 那么关于这个文本呢 我也把它copy出来 把我这段文本copy出来 大家愿意的话 可以自己拿去用 实际上 这些也不用去死尽被 我也从来不去记忆它的 vi ex 好 我把它放这 OK 这次我们对vi的使用 就已经比较清晰了 那么在后面 我们的操作 基本上会大量的用到vi和vim 所以 这个基本功 请大家一定要熟练的掌握 好 这一刻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好